關心國內疫情 新增一例本土 以及實例的境外移入 而本土個案是三十多歲的印尼籍看護 他因為頭痛採檢才確診 但過去他曾經檢驗過十二次 都是陰性 指揮中心表示說 後續將會檢驗他的抗體 來研判是否是新的感染 還是先前的舊案 而在疫苗接種後的不良反應事件 新增九件死亡通報 包含有七例的AZ 一例莫德納 還有一例的高端 國內新冠本土疫情 二十九號 週三新增一例本土病例 案一六三二六為印尼籍 三十多歲女性看護 個案在新北市去年二月入境 臺灣 今年四月起 因為多次轉換雇主及醫院陪病 曾做過十二次採檢均為陰性 直到九月底因為頭痛就醫 再次採檢才確診 那目前因為CT值是三十三點九 我們還要再搭配後續檢驗抗體的一個情形 另外也新增十例境外移入病例 其中三人屬於突破性感染 對此專家表示 完整接種過兩劑疫苗者 體內抗體集中和抗體都會更強 即使遭受新冠病毒侵襲 也大多屬於輕症 而在疫苗接種後不良反應事件 新增九件死亡通報 包含七例AZ 一例莫德納及一例高端疫苗 高端死亡個案為五十多歲男性 本身有慢性病史 八月二十三號打疫苗 九月二十三號死亡 死因還有待釐清 主要是心臟功能變差 有雙腳嚴重的水腫 那之後就無法下床 所以在九月二十三號這邊死亡 此外第十期疫苗 開放六十四到五十歲民眾 意願登記 施打第二劑AZ與高端疫苗 到二十九號中午結單 共有一百零六萬人符合資格 包括八十九萬多人 可打AZ第二劑 十六萬多人可打高端第二劑 至於外傳三十號會有一批 客製化BNT疫苗來臺 指揮官陳時中回應表示 很有可能如果確定會跟大家說明 記者 那是美聰明超負財 他報導 中文學院議員 提示